我覺得高音鞋最大的好處其實是塑形 就是傳統說的 You're so napple 屁股硬邦邦 簡單講就是有 陶突有致啊 對 簡單講就是真的是挺胸提臀的一個功能 大家想如果這種形狀之下 駐男生的性很合理 第二個其實也有些男生是有一點特別的偏執 大家知道有練鞋屁 網路上你起一個練鞋屁 就有人專門喜歡看鞋子 而且要細根的高跟鞋 對 其實這個駐性還是跟整個氛圍有關 我們剛剛就講如果穿著很美的高跟鞋 配一個大脈內褲 其實大概不太容易進去 對 可是對於女生來講的話 網路上有一些說法是說 女生她可能就是多穿高跟鞋的話 會導致就是說她的下體可能比較緊實一點 然後也比較容易得到高潮是這樣嗎 這所有研究都是對的 就是你這個挺著之下骨盆底會用力 但是前提是 這個女生也要懂得怎麼樣訓練肌肉用力 第二個的確懂得運用提缸肌這塊肌肉 比較容易達到高潮 可是我們必須要講 龜房之間的情趣有時候不是只有在那個緊不緊 你整個環境對象都很重要 好 氛圍也是 好 那另外廖醫師 穿高跟鞋可以瘦身嗎 其實是沒有根據的 因為很多人認為穿高跟鞋的時候你走路 你會覺得好像腳比較痠痛 那就以為你用比較多的肌肉力量 那的確是因為你要維持身體的平衡 身體是需要一些比較多的肌肉去征召 去用力 可是這時候產生的痠痛 並不是因為你肌肉在運動 你穿一個合適的鞋你走路的時候運到一些 平常不容易運動到的肌肉 這個就是幫助瘦身 可是穿高跟鞋這個痠痛是因為你在不平衡的姿勢之下 因為肌肉的協調度或者不適當的拉扯造成的痠痛 所以這種痠痛跟運動的痠痛是完全不同的 不是說你比較用力的話就表示可以瘦身 那另外還有人說穿高跟鞋會比較不想吃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根據 那我想就跟剛剛前面呼應前面提到的說 是不是可能有時候跟多巴胺的分泌也是有關係 可能影響到大腦皮質的活動 但是這其實是沒有根據的 像我常常看病人 其實他平常穿就正常穿 可能重要的活動他會穿高跟鞋 他同時會穿塑身衣 那塑身衣一累起來大概都吃不下了 太辛苦了真的 當女人真的有夠累 好 那另外我們來看看這個很重要 說穿高跟鞋穿久了會乳房下垂 真的嗎 我剛才跟你講他其實是有挺胸提臀 對 應該是會挺胸 不過這跟姿勢有關係 我想就算高跟鞋 我們希望他達到一個挺胸提臀的一個功能 可是有人站姿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其實不好看 他是挺 他是荼肚 他不是挺胸 所以姿勢很重要 我想乳房的垂不垂 當然跟你的天生的形狀 你們普育母乳這一塊都有影響 還有平常照護也很重要 那最重要的是 你如果有在練這個胸大肌 其實自然乳房形狀就會比較上肌 比較好看 所以穿高跟鞋不會導致乳房下垂